娱乐地眼 八卦新看点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地眼 今年一时 泰国国马哈万加龙宫就改了个话风 不同于去年最后三个月的情年 自去年的最后一天发表了新年讲话后 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社交平台上的互动也都是发些旧照充数 多日未露面 外国网友们不禁发出灵魂拷问 泰王去哪了 经过外国记者们的不懈努力 这个问题在最近有了答案 泰王已经带着施尼娜飞回德国 而深夜独自打排球的王后苏提达被泰王送回了瑞士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 泰王频繁地出席公务 似乎是觉得自己已经为君主制 尽心尽力地服务了三个月 他可以飞回德国继续地享受君主制所带来的福利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呢 勤勉的泰王几乎天天都会出现在尽头的面显公务 忙碌的时候一天可能还要赶两到三个厂子 这三个月的工作量呢 合计起来已经超过他过去十年的总工作量 充实的工作和生活 将这位69岁的老人呢 累得气喘吁吁 长长的大汉淋漓 现在他已经带着自己的贵妃施尼娜 顺便呢 还烧上了二十位宫女 飞往德国慕尼黑附属的小镇 回到他长期包下的那家豪华水疗酒店 在慕尼黑呢 他不需要每天穿着厚厚的制服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 穿起自己最爱的高腰小背心 他不需要关注世俗的眼光 他可以带着二十多人规模的后宫团出行 他不需要赶场出席公务 他可以远程颁布圣旨 泰王帮下的这家酒店呢 坐落在巴法利亚州的崇山峻岭中 举目之间呢 就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 当然泰王的这个行为呢 又既往地受到了大家的吐槽 众所周知 最近泰国的大流行愈发严重 而这个国家的国王呢 却在紧要的关头 带上自己的庞大后宫团 跑路了 王后苏提达呢 则独自居住在风景如画的 瑞士小镇英格堡 这个常规的密支操作呢 也挺令费解的 泰王呢 前往德国时 他不会将王后苏提达带在身边 也不会要王后单独留在泰国 他必定将王后呢 送到瑞士小镇英格堡的豪华酒店中 无怪乎被送回瑞士的前一天凌晨呢 王后苏提达呢 还独自先生打排球 当然呢 泰王也有自己的考量 不将王后单独的留在泰国 或许呢 是为了防止王后 在曼谷拉拢公主等贵族 呈现一家独大的局势 也或许呢 是要让王后回到瑞士 去照顾王后那位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七岁儿子 泰国贵妃施妮娜的反转人生呢 经常被西称为 泰版甄嬛传 他先是遭泰王呢 点入监狱 隔年又闪电复位 此后呢 甚至逐渐的取代王后 陪同泰王挖起阿龙宫 出席各个公开场合和活动 可以说是 极万青宠案于一身 泰国王室日前呢 公布了一系列泰王和 施妮娜一同视察监狱的照片 两人呢 甚至还拿起扫帚呢 帮忙打扫 然后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一间监狱呢 正是施妮娜2019年因反叛王后 而被关的那间监狱 根据路透社每日柔报报道 泰国王室日前呢 透过影片公布了 泰王挖起阿龙宫 2020年视察监狱的一系列的照片 只见泰王呢 在官员的陪同下 先后前往了不同的女子监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泰王身边呢 都是当时刚恢复头衔的贵妃施妮娜 而非王后 从照片中呢 可以看到 泰王和施妮娜两人的脱下华服 身穿牛仔裤 在现场能拿起扫帚扫地 十分的亲民 据悉呢 其中一间女子监狱呢 就是当初施妮娜被关押的监狱 施妮娜2019年因忤逆王后 被尺夺一切王室头衔 并关押至女子监狱 怎知2020年却光荣复位 震惊各界 施妮娜呢 自从2020年被拍到了闪电出狱 并非往德国和泰王会面后 随即呢 就被恢复了头衔 重新跻身往事 在此之后呢 泰王大大小小的公开行程 几乎呢 都有施妮娜随时在侧 事实上呢 施妮娜和王后的后宫之争 一直以来都是外界瞩目的焦点 先前呢 施妮娜曾遭外流 1443张不雅照 当时呢 就被怀疑 这些照片呢 是王后派人的故意泄露 企图想及此 将施妮娜拉下台 怎知呢 尽管放出不雅照的风波 泰王仍然专宠 施妮娜一个人 现如今呢 泰王将五位妻子分别安置 第一任宋山瓦利 被安置在泰国皇宫内 第二任余瓦达 如今呢 还在海外流浪 第三任希拉米呢 正在泰国北部的尼古安出家 第四任苏提达呢 被安置在瑞士 第五任顺妮娜呢 跟随泰王住在德国 不知道在新的一年 她会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做出怎样的安排 但总之呢 是非常充实 没错了 善良美丽的希拉米王妃 回归呢 是一波三折 好不容易 一句媒体称 在王太后失利己的安排下 她已经呢被秘密接回了王家别墅修养 将在合适的时机 以最好的面貌和大众见面 前不久呢 希拉米几乎全裸 跪地喂狗的艳照 又被有心人利用 被打印成大福的海报 放在了泰王大福海报下面 在泰国国内又掀起了舆论的高厂 又有很多声音呢 反对希拉米回归 如今这位最美王妃回归 又受阻 回归呢 也是遥遥无期了 这几天呢 泰王嘛 韩湾加龙宫 又展现自己的绘画天赋 守会了和贵妃 施妮娜的甜蜜时光 在漫画中呢 她和施妮娜 带着一男一女 两个小孩子 一家四口呢 很是甜蜜 这个小女孩呢 很好解释 因为施妮娜为泰王 生育了一个小公主 这就是她们的女儿 至于呢 这个小男孩是谁 应该就是提帮公王子 因为希拉米的回归兽祖呢 不知道何时才能归来 泰王呢 改变了自己的计划 想让施妮娜教养提帮公 施妮娜的膝下呢 只有一个小公主 在众男轻女的泰王室 占不到上风 泰王的年纪已经大了 她想在生育的机会不大 如果呢 再加上提帮公小王子 那分量就不同了 虽然呢 提帮公小时候被查出 患有学习障碍症 但是她是泰王室 如今唯一名正言顺的王子 也是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如果呢 施妮娜能真心地教养提帮公 以后提帮公呢 肯定会记得她的好 如果有一天提帮公能上位 那她的地位呢 就会今非昔比 如果呢 施妮娜能教养提帮公 她的地位将大不相同 苏提达的利益呢 将受到威胁 虽然苏提达西夏 也有一个七岁的小王子 但是呢 由于小王子 是他没有获得名分时生育的 至今呢 都没有被泰王室对外公布 这个小王子的地位 根本就不能和提帮公相比 提帮公从小呢 就是在泰王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 受到了父亲万千宠爱 和父亲的感情很深厚 这是苏提达的儿子 不能比拟的 如今呢 施妮娜正式受到 泰王宠爱的时候 泰王呢 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心意形式的男人 他宠爱一个女人时 可以给他无上的荣耀 烟雾一个女人时 就弃之如履 施妮娜和提帮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苏提达 施妮娜呢 为了自己和女儿的未来 也会对提帮公多几分真心的 因为如果是苏提达的儿子上位 那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泰王满汉呢 从小在深宫内院长大 对于宫斗呢 见多了 早就成为了一个宫斗的高手 他对泰王室的现状呢 是了如指掌 十分善于利用手段 让嫔妃争斗 这样呢 才能御棒相争 渔翁得利 泰王用漫画表达了 自己想要 施妮娜教养提帮公的决心 由此可见 他对贵妃呢 是多么的重视 如今呢 苏提达的日子 真是不好过 不但失去了泰王的欢心 而且呢 施妮娜的地位直线上升 有着取而代之的趋势 在王宫内院生存的女人 为了利益呢 是勾心斗角 不择手段 根本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 她们为了生存 就得一直不停的争斗 这样呢 才能为自己争取 一席生存的空间 一入宫门身四孩 作为帝王的女人呢 也是一种悲哀 在斗争中 稍有不慎呢 就会成为宫斗的旁徽 人生都不是 十全十美的 鱼和熟掌 不可兼得 在人生的道路上 做事要留三分 这样日后才能好相见 好了 今天娱乐地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每天见